OK好 那个弟兄姐妹平安 听得到我讲话吧 可以 我看一下把它大声一点 好 跟你们讲我 我应该是 现在是11月下旬了 我应该是 这个在今年底之前 就是这一堂 所以我要善用这一堂的时间 那我就在想 怎么样善用这个小时 就是传达我的意思 那我今天主要是讲这个罗马书 八章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那我不会教 我不会讲 你们听得到我讲 I have to be sure 听得到吧 听得到 OK好 所以呢 我就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这一堂课 我花了很多时间准备 不是准备我要怎么教 是准备我要怎么分享 那所以我就听了很多这个 我发现YouTube 有很多的这个 关于罗马书或关于圣经的教导 那他们都教得比我好 所以我想要让教大家 怎么去用这个YouTube 上面的这个解经 然后你就看说 怎么比较适用你自己的这个需要 因为我看我们参加主日学的满多是旧基督徒了 所以你一定有你的经历 你一定经历过圣灵的带领 那每个人是不一样 那我再怎么教我都不会教很好的 因为我跟这些YouTube上面这些 已经是非常老练的讲者 特别是他们里面蛮多是牧师的 牧养教会多年 讲到多年 我再怎么教教不如他们 所以我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用 然后呢我就发现时代不一样 你知道吗 我上次我还用这个女红基的 后来我发现 因为那是我20年前用的主日学教材 那我就发现说 哎呀这个这个时间变的是很多 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 要知道怎么用这个new tool 然后我发现很多人 他们其实是不会要有这个版权的 因为基督徒就是希望这个 大家都成为越多越多人信主 所以那甚至也很有一些 他们也奉献了来support 他们觉得可以造就人的讲者讲道的 所以你在那个good 你上了这个YouTube 你在那个goodnews.tv 你可以看到 像我现在我就跟大家介绍 我忘了很 我用了大概不像一两个十小时 像这位老牧者 他其实现在90岁 他在前几年 他就很受这个台湾灵粮堂教会的喜爱 所以他有一个叫做goodnews.tv 然后这个人叫David Boson 他是这个英国的神学家 所以他有一个在那个good.tv上面 有一个专门他们把它翻成 大卫包生的中文 大概特别channel 然后你在里面看到很多 他讲的各式各样的 那罗马书又是大家很喜爱的一部 很重视的一部这个新约 所以里面各式各样的讲员很多 而且他是每一个讲员都分了很多很多 那个好几次 至少也有十来次 把这个罗马书好好讲的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channel 那我在这里 我呢就找了很多这个YouTube上面可能有的 那么这是其中一个 那他有一讲 是在讲这个罗马书的八章 他罗马书 因为罗马书八章很丰富吧 所以罗马书八章很多 他们讲员就还分了两次讲 OK 好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 那我另外我又找了一个是什么 我又找了这个我自己蛮喜欢的 这个圣经简报站 你看这个圣经简报站 我想把这个什么关掉 我关不掉 我现在还都蛮多 你看像这个圣经简报站 这个也是YouTube体面 其中的一个 还有 这个讲的这个 他可能比较年轻 他就用了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 这个PowerPoint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是PowerPoint的资料 他就很多 你看像这个呢 是讲到七章八章 你看他把这个都列出来 就是这个是整个罗马书的报告 你可以从这边 这个在 这个是在这个圣经简报站里面的 也是风风复复的又很多 那我说的这个的好处怎么样 你可以不断的 repeat的 去听 你去听 然后这是第二个圣经简报站 我也花了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心思 上了他这个YouTube 这个圣经简报站 然后去听他所讲的 那你看他在这个罗马书 所以今天呢 主要是 我们今天要cover的 其实主要是 罗马书八章 然后呢 我再另外用一个 对我自己 我觉得我蛮喜欢的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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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上的 牧师的 罗马书 是这样 我想要 我不想要看到你的脸 不想怎么可以去这样 你看 我们知道这个 扣上的牧师 是 以前那个 扣世人 弟兄 的孩子 那么这个 扣上的牧师 他也是一样 你看我右边 他有很多 对这个 罗马书 有很多的 这个 一张一张 有很多 所以我说过 我就 去很多 我真的花了很多 心思在 这些人都听了 而且当然 我就不是只有 听罗马书八章 我就想说 那他们当中 那我发现 他们每个人 哦 cover的是 像这个 扣上的牧师 对我一个 帮助是因为 那个 我说那个 英国 那个 神学家 叫这个 中国 他很大 的 他是 他用的 当然是 英文圣经 那就是 扣世人牧师 他主要是 用中文圣经 所以 他是呢 他是用 那个 已经解经 的方式 所以 而且他是用 那个 和和本 因为 你跟我同样 一定会有一个困难 是常常 看圣经的时候 上句 接下去 有一点点 矛盾 想说 奇怪 像我看这个 这个 等一下我们会念 这个八章 十二节到 二十五节 你就会发现 上面下去 有一些矛盾的 那我觉得这个 扣上海牧师 他 他常常在 已经解经当中 他会解释出来 我内心 看不懂 所以看不懂 说在那个 字句之间的 这个 这个 起承转折 我 有一点 有一些 那所以我就觉得他这方面对我帮助蛮好的 那然后呢 我又 觉得说 他们每一月我讲的讲员 他们不是只有在讲罗马书 你如果上了YouTube 你上了他的这个特别关于他的这个 他的 或者是你上YouTube 你常用的说YouTube都会自动的跑出来 你会看到很多的 比如说我就开始上了这个 这个扣上海牧师 他也会讲到很多的先知系列什么什么的 有时候我到了一个地步 我就用这些他们的这个解经讲道 当成我晚上那个睡觉之前的 睡觉之前看的东西 读的东西 那我就看听一听我就睡着了这样 所以我就跟我讲这个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说我在怎么教 我不会教了他们好 但是他们每个都有一点点他们的背景 所以 你就 你看的时候你就那个 然后你就要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那我在这一次 我还有一个蛮大的收获是 他们都强调说 读经 你最好不要一点一点读 就是我们自己私下在读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还蛮推荐是一卷书一卷书的 就整个的 你这样可以看到了 whole picture 然后他们在讲这个罗马书 对我有一个突破是 以前我们从来都是觉得说 罗马书是最主要在讲那个阴性诚意 所以因为阴性诚意 所以 但是这一次我才 我从这个 他们都跟我讲说 你不管是在查哪一个经卷 你对于 因为像保罗书信 很多是书信 所以他的书信都有对象的 所以我就发现说 很多时候我对这个书卷 我对他写 写这个书卷 他的目的 他是写给谁的 我觉得我要把那个东西要了解 像这一次我就好好的听了他们 我就发现说 其实因为罗马书写这个书卷的背景 这个保罗是给罗马的教会的 那时候保罗自己都还没有写给罗马 还没有去过罗马教会 罗马教会也不是他创立的 那他为什么会写一个给罗马教会的书信呢 而且还是由哥林多姐妹一个叫菲比的 赶快火速的送到罗马教会去 因为罗马教会那时候有纷争 罗马教会那时候有一些呢 是犹太人后来信主的 那有一万一批人呢 是希腊人 是外邦人信主的 这个犹太人信主的跟外邦人信主的 他们其实是有摩擦的 在教会是有摩擦不合的 那那个保罗他很有心 所以他就才会因为是教会 这两种人他们的不合对立 所以呢他就写了 因为我们可以想见嘛 那个犹太人他们信主成为基督徒 跟外邦人信主成为基督徒 这个会有不同 因为犹太人他们本来在圣经里面就好好讲 就已经讲出他们是省的选民 他们是律法得救 怎么会 这跟后来没有这个渊源的外邦人 当然就会有很多的争执 那个摩擦嘛 所以呢 像这个David就包省就讲说 过去大家很忽略的 这个9章到11章 这个提到犹太人 提到以色列人 他们过去历史和将来 他们的选民9章到11章 对这个是很有解释的 那David包省就说 其实罗马书是为了9章跟11章写的 可是通常呢 我们在查经 我们在那个 我们通常都是忽略9到11章 好像觉得这可有可无 就踢到旁边去这样子了 所以呢我就说 读我们是我们是老旧基督徒了嘛 圣经这个看来看去 这样也是没有二三十年 三十年也是一二十年 所以我们要有随着我们这个 灵命的时间的长跟深了 我们要不断的有更新成长跟突破 所以我在讲这个的时候 也是意思也就是说 现在呢 二十年前没有这样的tool 没有这样的工具 哪有那么好 你上那个YouTube 还随便你可以翻来覆去 那有的是很好的 这个已经解经 有的是有很好的工具 有很好的这个PowerPoint 有各式各样 而且呢不是一遍两遍 你就可以一直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思想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要善用这样的工具 那我自己也是有一些年纪了 这些都是 现代的人很难 live without YouTube 特别是今年 你那个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social distancing 所以我今年可以说是最乖 不是说最安静 在神面前 这个读经的啦 那当然今年又 因为我觉得神 对我们还蛮恩待的 所以我们家就团圆 然后呢我们弟兄姐妹 有一些 特别是我看这一班 蛮多是老基督徒 你有一些年纪啊 你慢慢就越来越觉得 这个我们的信仰是很好 所以你就很愿意追求这样 好 所以这是我刚刚是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儿子跟我讲说 他是付了 我们是付了一点钱 所以我们上YouTube 我们就不用 我们就不会有很多 这个拉拉扎扎的垃圾广告进来 他是这样跟我讲 所以我现在呢 用了十五分钟 就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要善用这个 YouTube 然后呢这些都是老讲员 那这些 我们就要 就要好好用 那么我们现在 第二个阶段 我们要来看这个 八章的十二到二十五 然后也许我可能会挑 刚刚我讲的讲员里面的一点 来介绍出来 然后呢 我要open一段时间给我们这些 大家来分享或见证 因为下个礼拜也是感恩节 我们一定对神有感恩嘛 我们可以感恩 然后呢 不管怎么样 YouTube这个上面 所有的他讲的东西 他没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说 他没有一个让兄姐之间 可以分享 可以互相沟通或提出疑问的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这个方式是 如果我们或所有YouTube上面 没有的方式 就是说在实际上的分享 实际上的问题解答 或者是实际上的这种做见证 是他们 是他怎么样不能提供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要我们能够吸收吸收以后 有问题或是可以分享 这个是我觉得 这个是兄姐之间呢 可以做的 OK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进到现在10点16分 我们就请大家读一个 因为今天我们主要要看圣经的地方 是8章12节到25 然后呢我就请大家随便 我看这个也只是 那好那就我开始念 然后我念了以后有感动的 就接着念 我看一个人就念 念三节好了 就这样就好了 OK 所以我们请看这个罗马书8章12节 我从12、13、4 我就念到14节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好请下一位念15 念三节 OK随便哪一位都可以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人就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既是儿女便是后世 就是神的后世 和基督同坐后世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OK好 下一位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 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下一位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太坏的瑕疵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通叹息 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有圣灵出结 出结果时的 也是自己心里的叹息 等候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身体的得俗 现在到哪一节了 23节完 OK好 还有哪一位愿意读24到25 我们得救世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OK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里读完了 那么这里当然主要是在讲这个圣灵 那我们当然知道说音信称义 那音信称义 那么 接着 当然 就靠不是靠律法 那是靠圣灵 那这个David 保审他讲说 在这个第八章的时候 我们是圣灵来带的基督徒 会经过我们这一辈子成为基督徒 音信称义 会经历三个 第一个是 常常会有struggle 所以这个八章里面就讲到说 因为我们肉体还在 我们这个老我还在 会经历到这个struggle 内心的struggle 这里也讲 第二个 他说 可是因为有圣灵内在 所以呢 你会尝到那个自由 灵你的自由 那第三个呢 你会呢 慢慢你会没有恐惧 因为圣灵在你里面 那我对这三个特点 我想了 我默想了很久 那你们有这样子吗 我们从悲怀 你成为基督徒到现在 比如说像欧里先生 还有那个欧里 欧里爸爸跟欧里妈妈 八十几岁人 我想你们也是信主很久 那这个我就可以大家分享 这里也讲说 你对于 你这三个 你圣灵带领 的时候的三个 你的struggle 还有呢 你的这个灵里面的自由 还有没有畏惧 你有什么体会吗 还有你有确据吗 还是你有觉得说 你在成长进步吗 我们对这个 我想可不可以 有人愿意分享 就说你的经历 你的struggle 有减少吗 还是你的老毛病 你那个老我 你有 你有慢慢慢慢 你觉得你脱离了 我讲一个 例如有的人 他们本来 是那个老烟枪 那信主以后 慢慢慢慢 他们就不抽烟了 到后来他们 闻到那个烟 还会想要吐 那或者是呢 例如 比如说我自己 因为那天 我们小组的时候 再分享一个 就说 也信主这么久了 慢慢对那个 世上的这个 功名利路 或是 人比人的 那个问题 我就发现我慢慢慢慢 好像那个成分 越来越少 当然我们是要 努力的做 在世上做光做眼 可是我发现 那个对我来说 不是struggle 就是我不会说 要跟人家比来不去 我也不会觉得说 要有社会上的 好屋 好房 好车呢 我没有那一种 价值观 就是价值观的 那么呢 我想说你们当中 有人说 本来是很害怕的 他就是说很害怕 有一次我那个小组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姐妹 是不是叫佑芬姐 那个 有人说那个姐妹 是不是叫佑芬 他有一次他分享说 他住老人公寓 他说本来是很害怕 很害怕的人 可是信了主以后 他慢慢那个害怕减少 好 那比如说自由 那个灵力的自由 所以我们在这个八章里面 主要是在讲说 这个圣灵的带领 那你们自己在这个 在这个整个信仰的过程 你有觉得说 在这上面 在这三方面 你的长进吗 有谁愿意 我想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人 愿不愿意来分享说 OK 欧里太太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不想欧里太太不在吗 大会儿 不只欧里先生 欧里先生 要我分享是吗 好 哈喽 好你想啊 我在听啊 不是我 我这个基督徒是 我们家是从我外婆开始 那么信教 那么 这个我 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呢 我真正能够领受到 主的这个恩典呢 那是我在出国以后的事情呢 就是说我到巴西 那么巴西在那边奋斗 然后又到美国来 那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并不是随着我自己的这个意思 因为我自己 从今次想过说 哦 那个时候我在途中的时候 哦 美国那么好 那么有机会到美国真好 那是有这么一个 日本话叫做 那个叫做什么 中景是吧 创景 有那么一个想法 那么可是呢 我就 后来我就慢慢觉得 这个事情 一直只有神在带领 而且神也在 好像是 来让我来实现我这个梦想 所以他就先帮我带到巴西 那巴西我们在那边 也参加那边的那个聚会 那个时候的牧师是那个 那个牧师叫做叶明汉 叶明汉牧师 那么那个时候对我也不错 那么我们也在那边服侍了一段时间 后来我们就到了这个美国来 所以我这个反腐的回省我这一生呢 那总是有一个人在带领我们 那么这个就是谁 就是我们的主 他一直在 在在背后带带领着我们这样走路 所以我在今天才有在这里 跟各位这个 我们这个会有在这里一起的机会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一生呢 还是受至于这个神的一切的这个带领 这是我的想法了 好谢谢 好那还有谁 我想问那天那个谁啊 那个那天那个 利永姐 你为什么说 你那个车子要转右边左边 我上次我问一个问题 我没有你答案 你怎么说 你怎么知道哪一边 你心里怎么确据哪一边是你的意思 哪一边是神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 熟肉体的 时常都是 很那个什么 就是不能让那个心的 新的知识 新的声音 或者是新的教导进来 所以 因为我在当时很 就是要往左 还是要往右 真的在那里 很那个 挣扎的时候 有一个意思就是 一直 一直就是说 往右 可是当初我听到的 第一个声音就是说 往左 那圣灵 我自己的经历 不会说 一直在你的旁边 一直就是说 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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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圣灵 他跟你讲一次 你听到圣灵的声音 你就要 这些 其实真的是 跟你那个 与子同行的 那个时间 还有那个经验 很有关系的 你的 你的 属血肉的 真的很 很 就是一直要 往右边 但是 我第一次听到的是 所有 左边 所有挣扎了以后 我就说 好 我转左边 看看怎么样 结果我转左边 真的就 接上了那个 城市的路 然后呢 就接上了 往那个 Friway的 的进道 结果就走出来了 OK 经过这一次以后 我也知道 就是我们这个肉体 真的 真的 要听属灵的啦 因为是灵的是火的 肉体的 都是 负面的啦 因为我们就是 最深嘛 所以 我不知道这样 有没有 对你有所帮助啦 我跟你讲 历龙姐讲这个 他的回答就是 大家请看这个 八章 这个 二十二节 历龙 请你念这一段 就所谓的叹息 因为我在听这个 寇少海牧师 他在讲解 这一大段 在编的时候 我跟你说 他解释了叹息 我刚刚不是讲说 因为我说寇少海牧师 他的解经 奖经 我觉得蛮有意思 是因为他是用 和合板嘛 所以他会救我们 上面这个 自俊 这个就是 历龙 历龙姐的分享 就是他自己讲的 这个叹息 历龙 所以我请你 读八章二十三节 好不好 OK 我们知道 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叹息 劳苦 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们这 有圣灵出结果之的 也是自己 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俗 我应该再解释清楚 就说 我们常常心里 我们怎么知道 是圣灵 就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 那其实在这个 寇少海牧师 他里面的 就是说叹息 因为 跟历龙姐念了 但是其实更仔细的是 二十六节这里讲说 圣灵啊 常常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了 所以呢 我们就要aware 我们跟 所以我们跟神清静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我们根本就不晓得要 我就觉得他讲得很好 他说其实我们祷告 通常就是把一个单子 丢给神 这个就是我要我要的 我要我要 你就成全我这样子 这通常是我们祷告的 但是他说 其实神对我们很清楚 他很知道我们嘛 我们根本老是说 我们也不会祷告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也常常 可是如果你跟神很亲近 你历练很多的时候 这里就讲说 圣灵啊 常常用那种 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了 所以呢 我会认为说 历龙姐的那个 他那个经历啊 左边用 他就是 我来 他刚刚讲的也很细微嘛 就是一种叹息 就是 就是叹息啊 这里面就讲到说 圣灵啊 那种敏感度啊 你跟神亲近 你越依靠圣灵的时候呢 你就是 圣灵会用 叹息啊 替我们祷告 所以我们心就是要 要很suttle 要能够 那这个是我想 一个越是经历神 越是依靠圣灵的人 这是只有他跟神 之间的那种亲密神会带 那我刚刚讲到一个说 这个灵 这个自由 我们也知道 那这个我要 请文松你来分享 因为那天我听文松讲说 他常在家里 他可以感受他那个自由 那我想 文松我请你 我请你分享 你那个所谓 灵力的自由 你说你不会讲 但是你一定要会 讲出来 就是 就是说当 我想如果讲的 要比较具体的话 就是说 我愿意有一个心 心愿 跟神祷告 就是说我愿意在 我自己独处的时间里面 我个人也觉得就是说 是应该做的 是有意义的 有意思的 那 也是 就是靠着主的帮助 那就觉得那个日子就很自由 就不会觉得 常常是在一个 常常是在一个 那现在 那现在我想 我让大家来听一段 扩扩他 这个扩策 和 他怎么讲解 这一段好了 那我刚刚讲说也不是我偷懒 我再怎么讲 我没有他们讲的好 我发现到一点 同样是讲者 如果那个人是 是一个圣经学者 可是如果他又是一个牧养多年的牧者 我常常觉得那个牧养多年的牧者 有时候讲的东西很容易 比较容易touch我们 因为他他有这个牧养的恩赐 说他也生命磨练到很多很多 他也知道很多这个人 或者是他的养 所以如果他一样 也是在住里面很追求的 我觉得他们常常讲的东西 是很touch我们的 那么我现在就想把大家扣散 我想因为我一打开 他的声音会出来 所以我想我们就来听 他怎么讲这个八章 我们今天这一段 那我在这个逐入学之前 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调整 而且他这个YouTube 他有一个好处 比如说这个他光在讲这个 他一共是有45分 可是我可以把它调到说 他开始讲第几分钟的时候 是在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范围 所以我就想说 我就把其他的事 来听他的这个解释 然后信主之后是一辈子的 那我们其实我想如果我们大家 一定心里有很多的这种感受 是神的带领 如果你说你都没有成长 那不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越是有成长 你越是了解圣灵 你就越感恩 这样子 那我们我把时间交给他 那我用这个分享画面 我还在这个初阶的阶段 所以我希望我不用浪费很多时间 我就可以弄到我们要听的 就这样 我不晓得怎么 我现在要 这个是简介 不是我要的 但是我现在不晓得怎么 我不想看到你们的灵 但是我有点困难 我不要 所以你们既然看着我 就知道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吗 对 你 你再share一次 你应该会有一个是share computer上那个要勾起来 有没有声音 你们都听不到声音是不是 没有 听不到吗 讲员的麦克风可以调高吗 讲员下面那个speaker 你应该是没有share computer上 那个群姐你可能要再跳出去 再share一次好不好 你说要 你说现在听得到吗 没有 我没有静音 现在听得到我讲话吗 可以 那可以 你为什么我 你在当你在 按share computer的时候 有个绿色的 给你打过来 在那个画面 你按那个的时候 他会就会 你有一个地方叫做share computer上 你那个地方要打勾起来 有没有 我尽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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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可以的 是 共管按共发给那个share 就是说说还很像 不顺不见的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都是你的根源在一起 奇怪 我 奇怪 我不晓得怎么 我继续分享 不晓得 我 没有办法 还不晓得怎么样子 这个 我看 我主要是 我再出去 除了视频以外 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准备的资料 你会或者可以skip video 直接接着下面的 因为我就是没有 我就是故意要用这个 这个什么 我就是要用这个 我就想要听这个video 所以我 其实我花了很多时间 我看一下 那如果 那如果我有困难 那你们要不要有人再分享 是不是有人有问题 对这一段的经文 刚刚所讨论的 因为其实这个 扣上尔牧师 对这个 这个十八节讲的苦楚 就说今天我们都已经因性诚意了 为什么还为这个苦楚 然后将来的荣耀 然后将来的这个荣耀 他对这个其实是 有很清楚的解释的 那我就是有困难 我这个 JS Crime还初阶阶段了 有困难 那要不然你可以跟我们share一下 你刚刚讲说你对那个牧师 他有对这个苦楚 他有一个很清楚的解释 那大约的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苦楚他在讲什么 那你们觉得呢 为什么他还会说 因为我们呢 他的意思说 因为我们不是有两个力在挣扎 在拉扯 我刚刚讲过了 你这个圣灵在带领的时候 你会一方面 你慢慢会越来越多 得到多的灵力的自由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你慢慢会越来越觉得 神与你同在 慢慢你那个害怕 因为有很多 特别是我发现有很多 姐妹常常都会很害怕 或是很忧虑 那个忧虑很多很多 可是呢 如果你真的让神有这种 不住的叹息带领你的时候 你那个忧虑是慢慢会减少的 然后第三点呢 是你 你还是继续 那个 struggle 是永远都不会结束 直到回天家 这样子嘛 所以我刚刚就在讲这个 讲这三个主要 那这个是从David Barson里面 他说 他说的 直到我们回天家 然后呢 因为了 我们 是 为 我们 因为我们在这个奴仆跟 就是我们在选择越来越靠近 这个圣灵的时候 我们是会受苦的 那我不晓得你们大家 那这个就是他讲的意思 就现在这个苦楚 和将来我们的荣耀相比 就不足介意了 那这个属于将来我们的荣耀 那我们在这个说 因性称义的时候啊 你们觉得因性称义的时候 是得到完全的救恩呢 还是部分的救恩 直到这个直到耶稣再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讨论了 那甚至也是有人有一些争议的 那我 那他这个讲说 我现在的苦楚就是指这个 我们只要在世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 都不断会有这个苦楚 因为我们有肉体 老我 My goodness 我们有这个 老我 的这个 那讲的说 现在的苦楚 我们在世上 就会有因为 我们的那种struggle 会有苦楚 可是这跟将来的荣耀 那也许我就问你们了 你们觉得 将来的荣耀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 就完全的荣耀 我不晓得那个 石州太太在不在 石州你太太在不在 淑贞姐 她在 她在另外一台 但是因为她今天咳嗽 没关系 所以 那你们觉得呢 这个将来的荣耀 我们现在不是完全的荣耀吗 我想 我想我们所谓的荣耀 是在天上吧 那跟现在来比 其实我们现在 我不能说现在是没有荣耀 但是至少跟在天上比 她这个的 我想就有不一样的区隔 这个是 这个是我自己感觉 我自己感觉 OK 那这个 康少尔牧师他讲说 将来荣耀 他指的是主在来的时候 就说我们 as long as 我们在这个世上 因为我们是分别成圣出来的 所以我们都会 那她特别讲到这个 因为我讲过 她这个罗马书啊 是指当时 在罗马的 犹太人的 犹太人信主的 还有外边的信主的 都在这个罗马的时候 当时他们的基督徒 因为信主是要被逼迫的 那甚至我们都知道 后来那个罗马王 还大大的逼迫 把这个 所以这个 当时基督徒 是要为他们的信仰 失去生命的 所以这个 罗马书呢 他是当时 对当时的 那个基督徒所写的 所以当时他们是有 身体上面 各方面 身心灵的痛苦 跟苦 跟丧命的 那我们今天 是没有那样子 没有那样子 但是我们今天 因为我们 在灵里面的挣扎 我们是会有苦楚的 然后他 然后他自己讲到说 今天的苦楚 跟将来主在了 我们被提那个荣耀的话 比起来就没有什么 然后接着呢 讲到说那个叹息啊 就是说 所以刚刚利荣姐 那个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也许我们可以就这个 再分享 就是说 常常圣灵 就用不住的叹息 那我也讲过了 因为他 因为呢 我们常常 就祷告的时候啊 让圣灵来带我们祷告 祷告不是 我们把我们要的东西 丢给 丢给那个 丢给神说 神哪里成全我那样子 因为我们也知道 如果我们祷告 不是按照神的属性 按照神的那个公属性 或祷告呢 我们是妄求神也不会 应允我们的 但是神常常也是 成全我们的祷告 所以呢 这里呢 就说 圣灵知道 我们要顺着圣灵 让圣灵来 用不住的叹息 来替我们祷告 那我想 现在我们 是不是有一个人 他愿意 那个谁啊 那个Robert 我想神也满恩待你 你要不要分享说 你要不要来分享 你怎么知道说是圣灵带领我 带领你 要我觉得 你有些时候 你会 会感觉得到 啊 不是我自己 有那种感 你会会察觉到 不是我自己的 那种 那个是通常是在 一个比较 比较明确 比较尖锐的这种 对比 的 对 对比的情况之下 你会感觉到说 哦 这好像不是我 那命 啊 那时候你就 比较清楚的知道 因为你是在挣扎当中 你在挣扎当中 但是我们如果没有那种挣扎呢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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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自然 你 如果圣灵有 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就 比较没有那个敏感性 啊 就有一次我为一件事情 祷告的时候 那因为我自己就是 一直在为那些事情 到底是 会怎么 一当如何做 当如何行 啊 自己会有很多的想法 然后但是 总是觉得说 为什么会去祷告 就是觉得说 啊 啊 对自己的这些想法 并不是真的很 很清楚知道那个答案 或者是说 啊 甚至觉得说 那个答案可能 啊 maybe是 让你觉得不是很很 能够接受你自己的这个想法 但是在那个想法里面 纏绕 祷告的时候 有时候会 啊 就会有一个 啊 很突然的 好像很轻微的这种 啊 声音然后 哎好像 你突然那个那个 那个声音好像觉得好像是 很 还是知道是外 感觉是外来的 比如说你如果被 噴到一点冷水的话 你可能会 就很清楚 哎 这是一个外来的 不是我从我里面出来的 啊 会有那种 那种感觉啊 嗯 OK 好 我刚刚讲说 如果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知道 但是 as long as 我们是 实实在在 重生得救 我最近有为这个问题 我跟我先生讨论 我说 为什么有人信主以后还跌倒 还离开神 甚至还否认的 我先生说 那是因为他根本就真 没有音信称义 一个如果真正信主的 在八章这里后来啊 就下一次有人会讲的这个 如果你是真正 从生得救 真正应信称义的 在八章三十一节这里讲说 怎么样都不会让你跟神隔绝的 怎么样都不会丢这个信仰的 所以后来丢了信仰的 表示他根本就没有得着to begin with 好 那如果我们是重生得救的 一定是有圣灵的 慢慢圣灵会带 有时候我们如果是 不是不觉你短时间你不知道 长时间你就知道圣灵会带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 在主里面很久的 我们就越来越感恩 以前我常常不知道神对我的这个 对我的好 那我因为我动作很快 都是行动派 动作很快 但是我今年因为也是因为 whatever reason 我就必须要安静下来 我就多读神的话 我就往回看 就真的说神真的是 大 然后呢 我今年也学到说 这个祷告 让我们先 calm down 我们的心 我们先安静下来 不要就是把一大堆的list 不是我们先安静下来 然后呢 然后来知道说 用神的思想来看事情 这个就想起来以前 我跟这个老牧师 武德圣牧师 他现在已经走了 他常常以前就跟我讲说 清淫了 金属环板 就讲话也不要太快 做事也不要太快 你让你的 让圣灵在你的心中运行 你要有这个 你要有平安 所以你先 我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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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祷告 安静下来 然后呢 然后这样子 我们就有 圣灵有不做的叹息 就像刚刚那个 利隆姐讲的是一个很简单 但是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例子 那最后呢 我就说 sorry我不晓得这个 share screen 对我这种还蛮难的 因为我其实真的花了大概一 二个小时在 在这个 在go through 那我就最后一分钟 我再跟你们review YouTube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教材 你可以用 我是用一个寇少涵牧师 我觉得他蛮好的 是因为他是用那个 和和本 他对于我们这种老基督 老基督徒这个和和本里面 圣经上上下下连不起来的 他是很好的resource 那我也用了这个David Boson 是在Good TV上面 有这个叫大卫Boson 他是前几年林良堂 很很爱用他的 那我也用了这个圣经简报 圣经简报上面有很多的powerpoint 他有很好的这种powerpoint 你可以看 那我也有别的 但是主要就这三个 你上了YouTube 你把它打进去 用中文打进去 上面有很多 而且他们这些人的resource 不是只有罗马书 是一大堆的 那我也讲说罗马书 你在看罗马书的时候 你要注意他是对当时的教会 在罗马的基督徒 不管是犹太人 跟外邦人之间的struggle 然后呢 这些木子也都讲说 读经的时候最好 你在私下读经的时候 你最好是读过 就一卷一卷书的来读 这样你可以知道 the whole picture 然后呢你对每一卷书 保罗的书信 你要知道说他是为谁写 为什么写 那个东西是蛮好的把握 OK好 那我就到这里为止 我sorry 今天这个power screen share 没有成功 OK好 那我们就结束了 祷告好了 亲爱的主耶稣 还是sorry 因为今天的这个share screen 没有很成功 我应该再把它学好 也祝福一下主日崇拜的时间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OK就这样吧